爹妈和几个子女不咋联系 兄弟几个也不咋来往 一家子是关系处的 还不如跟邻居进边 这尴尬生分往根上捣 那就是有心结 听话听音 感情这结就卡在二老这土地上了 对于老两口名下的土地 几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小九九 可能是老人直接把土地包给了小儿子 于是乎兄弟之间的误会和矛盾就设立在那了 而且这根刺也是越扎越深 咱们说五个手指头还不一边长 老人做事也很难做到一碗水纯纯的端平 但这不能成为子女不养老不善老的结构 包地有条件 但养老是没条件的 把这两码事混在一起 它合适吗 他是要这事三养费的问题 关系弟的事是有期 你刚才我说我也听明白了 可能是说你老太太坐在吧 儿子来包呢你没包 完了小儿子把别人包别人了 可能是儿子吧有点心里有点不舒服不平衡 咱也是做这件事是也欠缺点 但是呢 杨老费呢咱该给的嘛 咱得给的 因为地是地的问题 杨老费是两大事 你说你老太太把地 地壳你老儿中 中几年了 你说中几年了吧 这壳我老儿中 那我那活谁干呢 那你那种地呢 那就行 这活谁干呢 那儿子给你干嘛 拉财物干啥不断 你说你孙子都得干嘛 你拉财物呢 等你们说 我从哪儿种地 是不是老妻子都给我种地 他妈啥财物 你就偏向呢 那是我种地呢 我儿女嘛 我家里我种 我老儿种了二年地 我从哪儿就腿坏了 我就把种地了呢 养老是责任 也是义务 这可不是心里赌气 就能糊弄过去的事 你也养儿 你也要养孙子 是不是 这个问题吧 你很聪明 其实不用我说 跟咱们说吗 我养孙一倍留一倍 这个问题你比我 都很聪明 说得也很到位 也很奖励 这是咱咱该给拿钱拿钱 像老的吧 咱们就是说 给咱养大 两个小时候 咱们老了 咱得养年年老 咱只理着面子 全了个遍 可这老大媳妇 却还在打哈哈 一个耳朵进 一个耳朵出 死活没个靠谱话 一站你丈夫回来了 这问题能不能解决 就说同不同意给 对吗 同不同意给 那我能知道 你说我把 我俩干账干账 也回来就没有 就是你这角度来 就是说你这角度 你丈夫回来提这个问题 你同不同意 那我咋不同意 你同意给 是不是 早都拿得 你娘老太阁 你说 嗯 那我咋不同意 能拿吗 年年拿吗 嗯嗯嗯 啊 这说是 蛋头给送去 要点人 既然你曾经都这么做 这么孝心了 那你以后呢 你曾经都做 那以后现在 没说 杨大娘就没法整 没说 我现在没有钱 那你说那是 她给家挣钱 有钱 你都应该 为老人的后面 以后的生活所着想吗 对 承担是我能承担 对 承担得钱啊 没钱是钱 你儿子别人一年 你换哪儿的叫 换她的孙子 你儿子叫 你儿子替她爸 承担这个责任 对不对 因为现在是爸 不在 现在是爸 现在不在这儿 媳妇的一分钱都是好点的 那你就应该是 那你就应该是 你作为一个老婆 你就应该教育你儿媳妇 怎么能这么对自己 现在哈 你都不给你老婆拿 你听我说 现在你不给他老婆拿 你儿媳妇这样 不给这个老婆拿 那咱也不要 咱也不要 咱没有 但她是乳女的血脉 更推卸不掉 为后代做出榜样的重任 因为这女儿的造相 我说的对不对啊 听到她这孩子爸爸在外边留那眼 蛮好看 除外边没人造成 你等没人笑呢 我说你想想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如果我要说错了 你当我背说 你为啥 你跟你说啊 因为你当父母的 他可以不为儿女着想 为父女负责任 你是不为儿女负责任吗 推心致富换位思考 看个眼前这个小的 再想想自己这个老的 老大媳妇终于被触动了 你现在就离开我们一个承诺 你丈夫现在不在 等你丈夫回来 这工作你来做 但是你必须得支持你丈夫 把这钱一年 给多少钱给你老太太 给你家老婆 这些年都拿了 反正差点二年了 二年三年 这二年你可以 这些三年可以不要了 行不行 这二年不要 从现在开始 再挣钱 从现在开始 三年不要 你钱都不用补了 可不可以 咱都不要了 都不要了 从现在开始 行不行 他回来 就是你家老婆回来 他不掏 我也得跟他做工作 这钱嘛 咱们得掏 行 你地方归谁吧 他就他有病的话 咱也不管 咱也不接他钱 咱也不啥的 都他说所有的 老猫房上睡 他一辈传一辈 大儿媳妇也是抱上孙子的老辈了 是不是也得给晚辈咱们打打样 做个尊老爱幼的好模范 这要是将来自己的儿女指指点点的 当初你不也是这么对待我爷我奶的吗 你说你后不过会 上哪找地方钻 在我们的努力下 大儿媳终于给出了承诺 以后每年都会按时给公公婆婆支付赡养费 咱们也愿意相信 这是他发自内心的真实的想法 家风是什么 四个字叫有样学样 现在大儿子家表态了 三儿子还没找到人 目前杨大娘老两口生活上边有点指望了 咱瞅杨大娘脸上还是没有那小模样 大娘说了 皮夹是解开了 小庙那边还僵着呢